在女排被占亚周杯的19人集训大名单中,很多人看到了张艺禅的名字,对张艺禅来说,尽管是上赛季联赛亚军上海女排的队长, 但是目前她的能力,也只能代表二队参加比赛,这份大名单主攻线上有五人,他们分别是刘彦涵、任凯亦、短放、张艺禅、车文涵,不出意外的话,主教练施海荣会带四名主攻参加亚周杯,张艺禅参加亚周杯的希望不小,1991年出生的张艺禅已经27岁了,其实,她是跟李靖同一波的球员, 不过,直到今年张艺禅才被国家队发掘,联赛结束后参加了国家队的集训,并且还参加了北轮战、澳门战和德国战的比赛,在德国战最后一场跟土耳其女排的对决中,张艺禅带来了一些惊喜,可是终究她也没能在国家队站稳脚跟,张艺禅无法立足国家队原因有两方面, 一个是因为年龄,27岁的她成了国家队最老的新人,跟一帮95后,甚至00后在一起,张艺禅确实太老了,第二个是能力不够突出,缺少特点,作为主攻,张艺禅的身高只有一米87,这个身高打主攻偏矮了一些,而且,她的强攻能力也一般,只有一条大斜线,缺少更多技术, 后排保障方面,她的异传和防守最多也就是及格水平,因而,当她以27岁高领,入选国家队的时候,都算得上是一大冷门,于是,现在张艺禅如果能代表女排参加亚洲杯的比赛,就应该知足了,值得一提的是,这样的张艺禅让人不得不想到李靖,李靖也是在国内呼风唤雨,但是在国家队难以列足,更多时候, 李靖都是代表二队参加比赛,上一届亚洲杯,李靖帮助女排拿到了冠军,她个人也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,这一次,张艺禅会成为第二个李靖吗?拭目以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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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